接下來我們要來撰寫對應的這總共有六個按鈕 那怎麼寫 我剛剛提過 第一個 你們要先把開發人員找出來 然後我們先寫第一個 就是這兩個好了 這兩個其實組的 開發人員裡面有個Visual Basic 我先寫樂透彩跟樂透彩清除 那我的習慣是先寫樂透彩清除 為什麼 因為清除的話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先把樂透彩改成叫樂透彩清除 那怎麼寫 當然如果你要清資料的話 理論上就是這個範圍的資料 這個範圍的資料就是 因為它總共有B到E總共有四個欄位 所以我的習慣大概有幾種做法 我的習慣是先清除什麼 先清除B欄 那寫的方式特別注意 你先寫個回圈 回圈的話指的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i i值的列等於第二列 要清楚的是從B2 然後幫我清 清到多少 Ctrl向下 到43 所以我就寫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2 空一格到43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先把他的列的範圍先確定下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跟他講說我要清除的藍在哪一個藍 哪一個儲存格要清除 Sales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i列的B欄 裡面清空的話就等於清空 就兩個雙以後就ok了 那Enter一下之後 所以喔 如果你執行這個的話 他會先幫你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清空 然後把這個先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那你底下的話再貼上三個 為什麼要貼三個 因為我分別要把它改成CDE OK C D E 這樣子就ok了 那意思就是說這個範圍的資料呢 我就分別把它清空 那接下來當然 如果你要知道說到底程式對還不對的話 你可以直接執行啦 不過我先不建議你執行 為什麼 因為待會的話呢 我除了要清除之外 我還要輸出裡面的公式 那輸出公式的話呢 這個樂透彩按鈕的話呢 它跟清除最大的不一樣是說 清除的話 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樂透彩的話是把 對應的公式把它放進來 所以喔 你把這一個SUB SUB到EnterSUB把它選起來 然後複製它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直接拿這個結構 直接來寫樂透彩就可以 所以你把它貼上之後 把它的名稱改成叫樂透彩 然後分別把這個裡面的公式 直接從這邊貼過來 怎麼貼 一樣喔 先選這邊 然後呢 把它裡面的公式選起來複製 那因為你要切不過來 所以記得按取消 再把它切到Visual Basic 然後把它貼到 有沒有特別重要 選B藍 B2裡面的公式 並且貼到雙引號裡面 OK 把它貼上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第一個啦 其他都一樣喔 這邊第二個 這個一樣 把它選起來 複製 取消 然後把C藍的部分呢 貼到C的雙引號裡面 然後D的話也是一樣 把這邊複製 然後再取消 再切過來 所以要把這個動作 重複動作做四次 然後再最後一個是 把依蘭的這個公式複製 然後一樣取消 切過來 但是呢 如果你執行的話 一定會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呢 你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 有執行的 但是底下的每一個都是A2 不對啊 老師應該 這個地方是A2沒錯 可是底下這個應該變A3才對 可是它為什麼沒有變A3 那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A2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B2加C2 底下應該是B3加C3 可是它為什麼都沒有動呢 這邊一樣 RANK.EQ有沒有 這邊一樣 所以如果我要改的話 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好像有改過 就是把那個列號 改成I的做法 有沒有 還記得那個口學嗎 先把那個列號 比如說A2的2選起來之後 然後把它選起來之後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VPA的AND符號前後要空白 所以你就把AND前後再加上空白 這樣就OK了 這個口學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以後的話 反正你只要希望那個地方 把它加上I的話 因為I是從2到43嘛 所以它每跳一個 它就會換下一列的話 它的I的數字會變動 它就跟著變動 所以底下都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算號兩個 選2嘛 然後再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 並且把那個AND前後加空白 有沒有 這個可能要多做幾次 反正同樣的動作 選起來 算號兩個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2的話 所以你如果 雙引號兩個 然後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再把他 AND前後加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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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他 AND前後加空白 然後再把他 AND前後加空白 變成下一個資料 所以一樣 把2選起來 然後這個AND兩下 然後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再把AND前後加上空白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我們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來試試看囉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 把上面的這一段清除 把它複製之後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那個A2 本來這邊是2嘛 然後把他改成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加上空白 總共有幾個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五個地方 把它改 改完之後的話 只要你沒改錯 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按下清除 資料清空了 再按下樂透彩 有沒有 他這樣就OK了 那就幫我把全部的資料 又恢復了 我看應該正確 應該是正確的啦 這個應該沒錯 第一名在這裡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再來看就是說 怎麼樣格式化 剛剛我有提到 這個格式化的話就是說 把等於小於等於七 就是把那個小於等於七的 有沒有 當這個一的排名呢 裡面的數字 假設是小於等於七的 前面這個的底色 幫我填一個什麼 填一個黃色的底色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完成 這件事情的程式 那請各位先試著 把那個樂透彩的程式先完成好了 所以這兩段 記得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然後雲端白板裡面 應該也有同樣的程式 在這邊 OK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頁 其實也有我剛剛寫的 樂透彩 清除 把它順序顛倒一下好了 給試試看喔 我讓你參考看到 很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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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